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和大家看一單奇案 這個奇案是說到大陸有個大妻婆為了滿足丈夫的受辱 竟然是有片美成年少女回家 有一個17歲的小護士不幸遇害 我們看看整單案件的來龍虛脈是怎樣 開始前記得訂閱我們頻道吧 這個案件發生在佳木斯市 這個地方是屬於國家級貧困戶 如果不是這個案件的話 沒什麼人會聽過這個地方 案件發生在2013年7月25日 有個女人去到警局報案說自己個女兒失蹤 根據個媽媽的描述 自己個女兒叫做胡一軒 17歲高米73體重90公斤 是當地人民醫院的一個護士 去到2013年7月24號 胡一軒日常放工休班 去到下午3點 胡一軒就離開家出去了 年後就說同朋友去送點食物 但一直到晚上胡一軒都沒回到家 而且手機一直都是關機狀態 之前是從來沒出現過這樣的事情 而胡一軒去找那個朋友叫周暢 根據他所講胡一軒 同他家好近走路10分鐘 事發當日說胡一軒好久都沒去到 大約他出門20分鐘的時候 他曾經打過一個電話給胡一軒 問他去到哪快點來 然後胡一軒就跟他說自己快到 然後咳了他先 他聽到電話方面是好安靜的 好像在走樓梯一樣在喘氣一樣 咳了電話大約又過了20分鐘 胡一軒都還沒去到 於是周暢再次撥通電話了 這個時候胡一軒的電話已經是關機狀態 根據胡一軒朋友的描述 警方即時調取了兩家家之間的 監控影片距離周暢家大約100米的地方 警方就發現到他的身影 他是擔住借去周暢家的 但沒多久之後他再次出現在監控裏面 這個時候他右手就扶著大肚婆 向著反方向走 警方是持續去追蹤監控影片 發現胡一軒扶著大肚婆入到小區的單元 3個小時左右 被胡一軒扶著大肚婆又再一次出現在畫面裏面 在孕婦後面就跟著一個 握著行李箱的男人 兩個人一齊上了車 其實如果大家有看這案件的話 都應該知道行李箱 是一個非常之危險的道具來的 通常這些案件有人拉著行李箱 基本上都是八九不離十 個屍體在裏面的 警方一見到行李箱 即時有不好的預感 經過調查畫面裏面的男女是一對夫婦 女的叫譚貝貝 男的叫白雲剛 之前兩夫妻都是沒有犯罪記錄 去到7月28號 警方在白雲剛的老家 就拘捕了準備走老的譚貝貝 譚貝貝跟警方說 他不知白雲剛去了哪裏 他是按照白雲剛的安排在家裏等接應 而警方很快就摸清了白雲剛的 大概位置了 去到凌晨兩點半左右 偵查員就在一個好多年沒人住的地方 拉了白雲剛 沒想到白雲剛不是正常人來的 被捕之後不單止不交代問題 而且他還假裝精神病 不過被捕之後的譚貝貝 是一五一十說完整件事 到底犯罪經過是怎樣都交代了 兩個人是同一間公司的 就是這樣有感情好快拍拖了 雖然譚貝貝的父母不同意兩個人拍拖 但他就認準了白雲剛 直接背著家裏和白雲剛 由煙臺私奔去到東北 私奔之後的兩個人更加恩愛 好快拿起結婚證 還大肚 去到2013年5月 為了辦理準生證 白雲剛是翻了一次譚貝貝的老家煙臺 譚貝貝貝和白雲剛在同一間公司工作的 有共同同事 而且拍拖都是公開的 所以白雲剛處理完事件之後 就和當初一齊打工的同事聚了一下 喝完酒之後有個同事就和白雲剛 講起譚貝貝的小秘密了 原來兩個人拍拖期間 譚貝貝貝和公司另一個同事 有個短暫出軌 即是白雲剛是戴過綠帽的 公司不少人都知道這件事 但是就沒有跟白雲剛講了 而白雲剛心裏很生氣 你公司個個都知道 為何不跟我說 即是玩我啦 在後面笑我是不是 表面上和我這麼好 原來貝地女是這樣對我的 同事講完這個真相之後 對白雲剛來說太難受了 回到東北 白雲剛開始抑鬱 然後不斷病 臥床不起 在譚貝貝的照顧和挽留之下 白雲剛慢慢恢復健康 兩個人的生活回復正常 甚至會好像以前那樣有說有笑 但是兩個人都知道 他們的關係回不到以前那樣 永永遠遠都會有一條詞 譚貝貝後來發現 白雲剛的脾氣越來越大 有時講下講下就會動手打他 而白雲剛動手是沒有任何規律的 有時候隔幾日打一次 有時是一日打好幾次 每次的開場白債說一句 你為何要這樣對我 白雲剛每次打完譚貝貝之後都會懺悔 道歉 而且不發脾氣的時候 好像以前一樣對譚貝貝溫柔體貼 其實這裏肯定是一個心病來的 無緣無故想起當時大陸沒有的事件 心好不舒服 忍不住 控制不到自己的情緒 精神病來的這種 然後他無地方發洩 見到老婆無名火起動手 由於不發脾氣的時候就很溫柔 譚貝貝就認為 有機會解開心結 所以除了任由老公發洩之外 他亦都是同老公探討怎樣解決 譚貝貝就說老公跟他說 他拍過幾次拖 沒有一個是處女 他不知處女到底是甚麼滋味 可能是心存愧疚 或者是救夫心切 面對白雲剛的這種遺憾 他有一個很安裝的想法 他就說老公有時候 就經常拿他出軌這件事來講 有時候又帶著惡意開玩笑 他自己曾經跟他說過 不如我和你找個妹妹仔 而對於譚貝貝的提議 白雲剛好傷心 好多次去催促 譚貝貝落實這件事 其實這一種就叫做補償心理 那女人其實提出這件事 她亦都希望老公這樣做 為甚麼呢 因為我又做 你又做 大家無數啦 有不少人的心態其實都是這樣的 但一做了之後 是翻不到轉頭的 好似一張紙 插槽了之後 能不能夠恢復原狀呢 不能夠的 在2013年7月開始了 在老公的催促之下 譚貝貝開始在街上 為個老公找對象 每次一出門 白雲剛都會叫他 站在陽台可以見到的範圍 用電話遙控譚貝貝貝 跟他找目標 每次找到合適的目標 譚貝貝貝就會用大妥婆的身份 說自己肚痛 叫目標扶她回家 在胡一軒之前 原來曾經有兩個女生 答應過送譚貝貝貝回家 第一個竟然是一個十三歲的學生 而另一個就是周暢鄰居的女朋友 不過這兩個人都只是 將他送到樓梯口就沒有上樓了 所以白雲剛的計劃沒有請過 由於兩次都沒有成功 將目標帶回家 令到白雲剛好生氣 他懲罰了譚貝貝貝 2013年7月24日兩個人看電視 結果電視播放出軌情節 白雲剛看到這一幕後 面色沉重地去了陽台 然後跟譚貝貝說 你還不快下去跟我找個女人回來 而這個時候 譚貝貝已經懷孕9個月 平時好少下樓活動 但面對白雲剛的要求 他立刻起身下樓 而他好快就接到白雲剛的電話 因為他看中一個女仔 叫老婆跟他搭訕 看看可不可以送他回來 這個時候譚貝貝是做著一個思想鬥爭 他於心不忍 但又不敢違背老公的意思 最終將譚貝貝送上樓 而白雲剛也請胡一軒喝東西 所喝的東西是加入了迷藥 所以胡一軒很快就沒有意識 而譚貝貝一直躲在另一間屋 不敢出門 但很快 白雲剛就找到譚貝貝 因為他發現胡一軒生理期 是沒辦法對他實施犯罪 而對於之後的事態發展 兩夫妻就有完全不同的描述 兩個人互相指責 說對方害死胡一軒 而胡一軒死了之後 白雲剛和譚貝貝 是好迅速地處理了 作案工具和胡一軒的隨身物品 而且是將胡一軒的屍體 裝作到行李箱開車 送到去郊區兩個人 開車開了個多小時 去到一個廟無人煙的玉米田 而白雲剛赤腳在玉米田走了百多米 而有九個月生紀的譚貝貝 在後面一直跟著他 兩個人拋屍之後 就迅速走去白雲剛老家 但三日之後都是被警方拉了 由於譚貝貝有生紀了 7月29號 他由看守所轉了去醫院等生 而這間醫院正正是胡一軒 生前工作的醫院 由譚貝貝入院那一刻 整個醫院都充滿著火氣怒氣怨氣 他都好討厭譚貝貝 但出於職責又必須要照顧他 護士說說不出到底是甚麼感覺 如果不是學醫的話 或者會做出好激動的行動 但穿著白色衣服沒辦法這樣做 而醫院的管理人就說自己都好生氣 有些電話或者信息 不斷發給他就叫他 用少些麻藥讓他痛 痛死他 但他們做不出 因為始終是醫院來的 要對病人負責 案發的第九日 譚貝貝開刀生了個男子 這案件爆出之後是非常轟動的 因為大家都沒想到 這麼恐怖這麼罪惡的事件 竟然是發生現實生活了 大家都沒辦法理解 一個即將成為人家媽媽的女人 竟然會用自己肚子的小朋友 做利友去騙一個無辜女仔 去到2013年9月3號譚貝貝兩母子要分別 她兒子剛剛滿月的那一日 譚貝貝竟然同公安說 說小朋友已經不再需要她了 她說自己應該盡早服刑 而這對夫婦的家庭 都拒絕去養這個小朋友 好慘 而兩夫妻在民政機關出事的 接管協議上簽了字 亦都提出一個唯一的要求 就是永遠不要讓她知道 那小朋友親生父母到底是誰 母子分離的時候 譚貝貝流眼淚 而等待她們的 很有可能就是死刑 或者無期徒刑 其實整件事最慘的 就是她肚子裡的BB 所以說出軌是害死人的 整件事就是由出軌所引起 這些算不算得上是蝴蝶效應呢 當然啦 男的其實去到 知道自己老婆曾經出軌的時候 已經是精神有問題的了 其實當時要做的 就是帶她看精神科 這樣可能有得救 未必會演變成為最後那個狀況 但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 你的精神是會病的 病了之後你是不知道怎樣處理的 同時你都不會意識到自己是有病有問題的 不過這個案件其實都幾邪惡的 隨機去找女仔帶上樓 好彩是有監控啦 如果不是就被這兩夫妻 逍遙法外啦 好啦那今集呢 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說 下面留個言啦 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 拜拜 接下来